我是爪子 我是玛雅人 欢迎收听专心拉几哦 那这部片因为它已经出来蛮久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转到第四台的时候会看到 HBO嘛 对 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是在电影院看的 所以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质感非常的好 因为导演在制作的时候 他就花了很多心力去创造那种电脑特效 比如说把老虎跟人并在同一个画面 然后怎么去做 当然你不可能叫老虎去做同样的动作 所以原本一开始有人怀疑说他们正虐待动物 可是后来就证明说其实那个老虎是画出来的 不是真的老虎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 当时有点像是证明当时那个CG的效果 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吧 然后少年拍的奇幻飘流 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我在读小说的时候 但是我看完的时候 我觉得跟看电影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像是英文的尿尿 所以他就很不爽 他就把他的名字改成缩写 就是PI两个字叫派 那那个派就是那个 圆周绿的意思嘛 他觉得这个很酷 为了表现他更酷的一面 所以他就把圆周绿也都背了一遍 没错 那可是他叫什么名字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整个故事里面呈现的那种意境 带给所有的观众的感动 那派他的父亲呢 他是开了一个动物园 什么样的大型动物都有 奇珍异兽有很多植物 但是因为经营不散 所以他们就只好要 举家迁移 迁到其他国度去 然后就要做货轮 那有一些动物因为很大 所以要跟他们一起搭船 那他就跟着他的哥哥 妈妈 爸爸一起去 那在印度的时候啊 他其实也是有接触宗教信仰的嘛 比如说印度教是他妈妈信仰的 然后他也有接触过基督教跟回教 他也都想试试看直接跟神的连结 是怎么样的感觉 可是他真的跟神连结是在 他搭上了这个船之后发生的事情 那正如大家所知道 就是派他上了船之后呢 他的家人就遇到了船难 那那个船就沉了 结果他就跟几只动物 就是一起生活在一个小艇上 可是你知道动物界总是会有弱肉强食嘛 所以 并不能够因为他是人类 他就可以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 所以最后就只剩下他跟老虎 那最后他跟老虎 他学习如何跟老虎和平相处 然后最后他就回到陆地上去过他的生活 整个故事大概就是在讲这样子啊 那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想过说我们是不是要在里面 如何巧妙地去穿插星座的讨论 因为毕竟我们的主题就还是以星座为主嘛 但是我们也希望除了讲一些星座趣味的地方之外 也可以讲到一些灵修的东西 让听众朋友从这样子讨论中学到一些 对于灵修或者从星象上面的讨论那种本质的探讨 那前面就刚刚讲到说 他小时候有接触过印度教 然后有接触过回教跟基督教 那结果他就被他爸爸嘲笑 因为他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拜一下 然后他爸爸就说你到底在干嘛 因为他爸爸是一个不太信教的科学家 但是他妈妈 就是一个很感性的 你不觉得就是一个理性的感性 对但是他们结婚了 然后但是怕他可能也不太管他爸爸在干嘛 他爸爸也只是笑笑他还是让他做他的 所以他算是还蛮自由的 可以在他的动物园家庭生活中 去体验到那个自己想过的生活 那讲到这个啊 其实我们也要讲到他的那个沉传这件事情啊 我在跟玛雅人讨论的时候 其实玛雅人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他说这一部片有讲到我们刚刚说的回教 印度教还有基督教 但是佛教的东西其实也是有在里面的 可是要从沉传那个部分开始说起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议题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从沉传那时候开始啊 因为他因为佛教有一个宗派他是比较是以禅定的方式去去体会就是怎么样接触到佛 那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要做禅定 他其实类似他其实某种程度类似像冥想相关的这块 那这个东西其实你一旦进入禅定 你就变成说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那个状态而已 他其实什么身份啊外在这些东西都不见了 如果没有沉传 你这些东西怎么不见 对 第一个你要摒弃掉你所有你所看到你身外的那些所谓身份 所谓的那些家住在好像我之所以是我的那些那些东西 然后必须要先先把这些都拔除了之后 才会开始进入到内在的自己 那他只有在船上的那个完全说是跟动物相处 不如说是跟自己的人性相处 对 这是你在静坐的时候因为你没办法讲话嘛 所以你就只能跟自己相处 这就是要看你能够受得了自己到什么时候 嗯对啊 所以你看里面最凶狠的是谁 最凶狠的 是是 最凶狠的就是自己呀 对 好 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当然还是要讲到一下星座 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呢 是会蛮容易进入禅定状态的 从星座可以看得出来吗 嗯 我的感觉其实 第一个有可能十二宫特别发达的 嗯 大部分都是这样讲啊 好像很多人都问我说 是不是谁比较有机会可以 可以什么 呃就是跟信仰啊跟什么的啊 好像比较能够扯上关系这样子 嗯 然后有的人在占星上会以为说是第九宫 嗯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第九宫还好 但是也不是每一种行星放在十二宫都可以进入禅定吧 不行 也不完全是 但是十二宫啊 基本上跟前世是有关系的 那跟人说我没有办法去证明前世如何 嗯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在 母亲还在怀胎的那个状态里面的一些一些现象 所以其实你如果十二宫的作用不强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进入那个禅定的状态 我其实很想问到底什么心在十二宫比较适合 适不适合我觉得倒是还好耶 因为你所以说实在的 比如说像佛教的方法 嗯 他说叫你进入禅定 嗯 如果说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的话 嗯 那他就不是 不是一个 说就是为众生所想的某种方法这样子 但是事实上他是可以的 嗯 所以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不能够进入这个东西里面这样子 所以也不叫做只有十二宫的人才可以 是十二宫的人比较容易进入? 比较明显的好像好像有感应这样而已 虽然我很想问你川普也可以吗 因为川普的十二宫很强啊 你真的相信那是他的盘吗? 可是有一些占星人就说 他们觉得这个他的十二宫强很像他会做的事啊 哦 那他可能就只是不公开 但不表示他会去做禅定的这件事 他可能就只是经常在幕后做一些 什么什么事这样子而已 哦好吧 就是在一个非公开的状态下做一些事情 这样子 这是有可能的 那 你有没有可能什么样的香味的 比较容易 专心的进去?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十二宫强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星星在水上 比如说像月亮 月亮在水上其实也可以 他会相对别人来讲 比较容易敏感 但是这种敏感有时候不见得是好的 如果说他自己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状态是一个很亲民的 亲民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你进入那个产地迷想的状态 但是你还知道你自己是谁 不是说随便就好像都被人家控制住的那种 那种不叫做 那种不叫做 进入产地迷想 那种叫做被战神 被丧神 那种我并不认为说 那种就是一件好事 所以十二宫太强 如果有一些是这种现象的 反而不适合这样子 哦 因为我想到之前看到网路上有 专心的专家 他就在讲 十一宫跟十二宫 跟灵修的关系 因为之前有一个出家的师傅 他就是做那种动物保护的协会 但是因为他在那边做了之后 十年之后他就还俗了 但是他讲话的态度很奇怪 就是我对动物没有特别的爱 但是我觉得他们有权利生活 所以我就做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专心的老师就说 他觉得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水瓶做的 博爱 但是他不是像双鱼做那种很慈悲的感觉 那你觉得灵修是两个都要有的吗 还是有什么样的特质 比较容易在灵修这一块领域愿意去跟与下去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啦 提问 是要有水瓶的不爱 还是要双鱼的慈悲 还是要理性 还是要怎么样的 水瓶有爱吗 我觉得水瓶好像没什么爱 水瓶的爱很淡 所以对他来讲他其实不见得真的爱 可是到底怎么样才是 修行药有的那种爱呢 又不是烂爱 修行药的爱其实就只是理解的时候包容而已 那这样子其实比较像双鱼 比较像双鱼或水像的感觉 他其实比较接近双鱼的感觉 对难怪你刚才会说的就是可能十二宫 比较多的星星的会比较容易在 禅定的时候进去那个状态 对因为他就只是要理解跟包容而已 但是太包容了就刚讲会战色 鬼上身 我们这样不行 就跟大法师系列 对不起我们今天没有要讲大法师 我们还是要维持清明的状态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 然后你接受你在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OK好 我们刚刚讲到说什么样的星座的特质 可以比较容易进入禅定 那在讲到他乘船之后嘛 他就有很多奇遇 比如说他在船上遇到了老虎 星星 土狼跟斑马 对 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啊 他最后跟他在一起是老虎嘛 对 那有一个版本 他说的他事后跟警察跟调查员说的版本是 那个星星是他妈妈 对 然后土狼是那个厨师 厨师就是他堕落什么 对对对 都不会眨眼的那个 结哈的巴迪了 对 然后斑马呢 是第一个死掉的 他是一个佛教徒 就是在船上一开始被厨师翻白眼的佛教徒 然后这四只动物呢 在船上当然一定是弱肉强食嘛 所以最弱的斑马 因为他一开始就受伤了 所以他就最先被杀死 然后再来就是星星 然后再来就是老虎跟土狼互相PK 然后最后因为老虎比较壮 所以老虎赢了 那其实这个东西跟残径是有关系的吗 是有啊 哪里有关系呢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 西游记就不用写了 你不觉得他们有某种同质性很高的地方吗 可是动物的数量不一样啊 动物不一样啊 他只是把老虎变成唐山藏而已嘛 唐山藏是老虎真的吗 我猜啦 哦好 因为拍啊 嗯 拍其实他就是他 在里面他不是就对应那只老虎吗 对 对啊 所以其实就是他 只是西游记的版本里面呢 唐山藏他感觉上那个零是一个良善的 对 但是以拍的这个版本里面呢 他其实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很残忍很凶狠的一个人 这样子 就是为了活下去 对 会不得不残忍的做哪些事情这样子 对 那其他的部分就一样啊 蛮就是贪嗔痴吧 对 就类似不能说完全一样啊 因为他可能用的某些特质还是有一些 就是可能各自的诠释的问题 所以可能有些不同 但基本上类似 就是他在进入了一个禅定现象之后 发现自己的人性的各个 他想看的不想看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子 可以说是他在那个状态上 他只能面对他自己 对他就是亲刻 亲 他已经深刻的理解到他是个有这些元素的人 这样说好了 对 这个可能就是在有食物去静坐的人 才会比较知道说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他其实还算蛮深刻的讲到 最后其实人就是为了活着 就是为了那一口饭吃嘛 对啊 所以才会有那个食人岛 然后食人岛里面他 他就是为了要吃那一口饭 然后水不得不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这样子 然后最后又发现其实 那个 他其实影射那个胃嘛 嗯 因为那个水是会腐蚀的 所以我的直接联想也是跟胃有关系啦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生命的循环里面 他最后发现他只是为了要求存 嗯 所以不得不做了这么多 嗯 人性上的这些 这些变化这样子 嗯 然后最后呢 就是 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风暴嘛 嗯 就是在海上 然后最后他跟Richard Parker 就是那只老虎 嗯 两个终于可以和平共处了 嗯 嗯 的那一段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他在面对了他的这么多 丑恶的那一面之后 嗯 内心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涛汹涌之后 嗯 他终于跟他自己妥协了 说妥协也 也有点妥协 但是也某种程度就是 他终于 就接受他自己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两个应该算是彼此接受吧 我觉得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有一幕好像是 嗯 那个老虎踏点淹死吧 对 然后他就说 他就忍不住就对了天空大吼 嗯 就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李莎帕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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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 嗯 然后他就开始想到他 他小时候听他母亲讲印度教的神话 嗯 然后他看到了无限的宇宙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 膜拜了那么多次的神 不同宗教不同面向的神 但是他换来的是这样子的磨难 跟考验 所以很妙嘛 这就是在打破每个人的宗教情怀 这样子 对 就是每个人对于信仰都觉得说 神应该满足他的什么 对 大部分人开始接触信仰都是先这样的 就是 就是因为伤痛 对 或者因为贪求什么 对 然后或是求不得什么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透过信仰的方式 去解除他的这些痛苦这样子 但是最后发现神都没有听他们的 就是他后来才发现信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嗯 信仰其实以 以这个书里面的理解就是 他最后就只是充分的 清楚的意识到他自己是个怎么样的状态 嗯 所以 所以他接受了他自己 嗯 嗯 某种程度有点是这个样子 嗯 当然还有更深入的啦 就是说那个可能就看各自的那个 嗯 我是觉得 看电影会比看小说来的有 有说服力跟震撼的感觉 真的 因为他的那个动物互动的那个特效做的很真实嘛 嗯 所以他在讲完这么多故事之后 嗯 他就去跟那个调查员讲 嗯 然后讲完之后那些调查员就 蛤 不相信 傻眼了 他就讲了另外一个快速非常简单的 简短的版本 对啊 然后 可是有呼应到刚才那个我讲的啊 就是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理查帕克 嗯 然后最后他们选择是那种 对理查帕克比较好的版本 对 因为 有他们不能不选 因为你要怎么去证明你的生命这些磨难是为了什么 嗯 如果是很很残暴的那种血型的部分的话 你 就是如果他讲的是那个残暴血型的那个版本的话 嗯 其实是 会显出 显出人的 残酷跟那种 丑恶的那一面 事实上是很丑恶啊 为了活下去有谁不丑恶 对啊 嗯 但是 但是那之外要有什么 这样子 对 然后 除了那个 刚才玛雅人讲到 他在食人岛的那个经历啊 嗯 就是一到晚上 然后就会有 腐蚀液从 水下面涌出来 对 然后所有的生物都必须 对 为了求生存就跑到树上去躲 对 所以他就跟老虎一样 就是要跑到树上去躲 对 还有一部分就是 他们在 晚上的时候 然后刚好遇到一只鲸鱼 遇过水面 我好喜欢那一段 然后就满天的繁星 对 印满整个海面 对 然后就有很多 类似水母吧 嗯 然后就是在水里 有不同的光芒 他就开始在里面 看到他自己啊 他以前 他的所有过去的一切 对 然后他喜欢的女孩子 都不知道 会不会活着见到他 之类的 嗯 然后就 就是 有点像是计划水月的感觉啦 对 没错 那这一段其实 其实 其实 蛮 蛮 类似 有些 呃 我感觉上有点像佛经里面 就是那个龙树菩萨 嗯 他进到海底龙宫 去取法花精的那一段 嗯 那他那个有点整个烦心啊 什么的 他其实 他这个部分其实在 在那个 嗯 我不能说刚好等于啦 就是佛经里面 或者是什么 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描述一些 那个珠宝杭树啦 嗯 然后有很多的那些花开啦 其实他 他其实有点像说 比如说身体里面 百分之七十都是水嘛 嗯 他为什么要用蓝色 因为身体百分之七十都是水 嗯 然后你们应该有听过那个水结晶吧 嗯 就是人如果对那个水 就是讲了一些好听的话 嗯 然后那个水的结晶会变得非常漂亮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有某种 如果你要以科学方式去想这件事情 他有点像就是说 你的身体如果你的状态在一个很正向的某些状态里面 那个那个结晶是可以很美的 所以当你在入禅定 嗯 去看到的那些 类似那个繁星的东西 我觉得跟这个可能有一点关系 其实也是要先经历过前面的那些大风大浪 对 还有就是他那些像那些小怪兽啊 小野兽在那边争斗 嗯 那写信的那个部分 他最后才可以 心平气和 哈哈哈哈哈哈 对吧 然后这是重点 看到看到就是 本来就是很好的那个本质在那边 对 他是很和平的 很美丽的 很美丽的 但是他前面 你一定要有一个对比嘛 你才会觉得说后面的那个是很好的 但是最后当他上岸 也是很无情的 对 那其实这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这样想 你虽然最接触到你很深层的 比较类似接近神性的这个东西 但神 他本来就不留情 对 所以老虎就走了 对 完全头也不回的走了 对 他让他那么痛 他后来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就是因为那神不再理他 也不能这样讲 哈哈哈哈 就是某种程度就是说 也许 对他来讲 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也许他这种生产地 可能就这么一两次 嗯 然后 之后 嗯 也许到他写完这个作品为止 可能就 嗯 就不再 不再这么深的接触过也不一定 所以他有某种 这个部分的 畅然弱势吧 哈哈 有可能 嗯 但是 这部片 我会觉得他很宗教 他是啊 他很宗教 但是我不会想要像 去看受难机 因为我觉得那个实在是 不行 太 太受不了了 太好张 但是 但是拍的故事是我可以接受的 嗯 因为他把 好跟坏的地方都用很 很美妙的方式去呈现他 嗯 你就算是看到他 那个动物之间的打斗 对 你也不会觉得他的那个设计是 动线是丑恶的 嗯嗯 他的本质整体是很流畅 对 然后是很好的感觉 嗯 然后我们要回头去讲 呃 宗教 其实是跟 星座元素也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我觉得是蛮符合 就是 就是双鱼的特质的 嗯 好 第一个双鱼他 他其实 他是一个与 与之同碑的一个概念 这样子 嗯 与所有的万物一起同碑 嗯 那个碑 碑不是很 很 很难过到想哭叫做碑 嗯 其实他有一种理解跟包容的成分在里面 这样子 嗯 他可能跟大家都没有一个很深 或者是很紧密的那种接触 嗯 但是他是整体的一种 他就是理解了 哦你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接受你是这样 嗯 那种概念去理解所有的 嗯 然后就只是接受了这样子 嗯 那信仰其实某种程度就是 其实就是自己渴望被接受吧 呵呵 对 然后 不过我觉得他的 这部片啊 让我想到就是 圣经里面 讲到耶稣的部分 嗯 就是比如说耶稣他 在沙漠中 呆了四十天 嗯 然后 呃 听到就是 魔鬼跟他讲话 嗯 然后最后他是战胜了魔鬼的诱惑 然后还有就是 特变 跟那个佛陀正大眼下 对 所以不是也有那个魔王拨寻 跑来就是让他的女儿来诱惑他 或是怎么样 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最后是被 钉在十字架 嗯 这个感觉其实也很双鱼 双鱼其实是必须要先 受过苦难去去磨练磨磨磨磨磨 到最后才才 才 能够去成为一个 升华吧 哎 升华 满算升华的 自我超越到不见得 我觉得比较是升华 反正自我超越跟升华有不一样吗 自我超越 他没有那么强的那个自我的 那个意识在里面 但是是超越了自己对自己的认知 他那个 他 因为毕竟双鱼他是一个群众 群众一起怎么样的那个概念 所以他没有特别的我在里面 嗯 我应该是大家一起的 哦 所以他是很融合的 彼此融合的 对 所以他就有点那种普世的 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一听我好像被操作的感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吗 哈哈哈哈 有吗 要撒个什么水 哈哈哈哈 立刻的这样升天 哈哈哈 嗯 好啦我只是开玩笑啦 嗯 是因为我觉得说 嗯 我们不一定要像之前 一样去讨论某个角色 是什么星座的 哦对啊 其实也可以去讨论 电影中的元素 嗯 是有什么样的星座 嗯 什么样的行星的那个本质在里面 嗯 然后让我们去更深去思考 嗯 嗯 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戏剧 其实也可以去构成我们的人生 嗯 然后是怎么去诠释它 嗯 然后去运用它吧 嗯 那 呃今天呢 很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 也祝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